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就了解了这个网络层的路由概述 那么在概述里面呢 我们知道这个网络层的路由算法里面 有好几种算法 有好几种协议 那么本节课呢 就来学习这个内部网关的路由协议 RIP协议 那么在本节课呢 将会有两个部分的内容去学习的 首先第一个部分 我们需要了解这个距离始量这个算法 我们也称之为是这个DV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是属于这个RIP协议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然后在了解了这个算法的基础上 我们来学习本节课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就是这个RIP协议的过程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DV算法 它的过程或者是它的内容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DV算法呢 它其实就是这个距离始量的英文的缩写 Distination Vector的缩写DV算法 那么对于这个DV算法呢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这个算法它其实是运行在图里面的 因此呢 在这个图里面 每一个节点呢 都使用两个向量 分别有这个DI以及SI这两个向量 那么DI呢 表示的是从当前节点到别的节点的一个距离 也就是说这个向量 它保存的是距离的信息 然后是这个SI 那么SI所描述的是 从当前节点到别的节点的下一个节点是什么 那么这两个向量呢 是每一个节点都维护的 那么对于这个算法 它们是怎么运行的呢 那么每一个节点呢 它都会与相邻的节点 交换这个DI以及SI这两个向量的信息 那么交换之后呢 每个节点就会根据这个交换的信息 包括这个DI和SI来更新自己节点的信息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DV的这一个过程 那么这些文字呢 就是对这个DV算法的一个简单的描述 接下来我们对这个DV算法进行展开的这个细节的学习 那么首先是这个DI和这个SI的理解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介绍了 这个DI呢 它保存的是从一个节点到达另外节点的这个距离是什么 因此呢 这里面的DI1所表示的就是从节点I到节点E的这个距离 那么SI呢 所表示的就是从一个节点到达另外一个节点的下一个节点是什么 因此呢 这里面的SI呢 所表示的就是从节点I到节点E的下一个节点是什么 那么这里面还有这个N 那么N呢 所表示的就是这个节点的数量 那么对于这个DV算法呢 它其实就是计算这个D的这个距离的最小值 比如说这里面的DIJ的最小值呢 就等于这个DIX加上DXJ的最小值 这里面的X呢 可以是123一直到N 因此呢 这个DIJ呢 它需要求出多种情况的一个最小值 那么这个算法它的目的就是求这个DIJ的最小值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这里面的DV算法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会使用左边的这个图 那么在这个图里面呢 有ABCDEF6个节点 以及若干条边 那么对于这个节点呢 就有这样子DI和这个SI的这个距离使用的信息 对于这个DI呢 它有6个元素 分别是有这个DIB一直到DIF 它表示的是DI个节点到ABCDEF的距离是什么 以及这个SI节点 那么它表示的是从DI个节点到ABCDEF的节点的 这个下一个节点是什么 那么这两个项量呢 我们后面都会一直使用到的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将会以这个A这个节点来演示 这个DV算法 它是怎么样去运行的 也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来求的是这个DA 以及这个SA这两个项量 这里面我们假设 这个A的初始化的距离使用信息呢 是这样子的 这里面的这个表格呢 是DA的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形式 这个表格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A到A的这个距离是0 A到B的距离呢 是11 A到C的距离呢 是12 A到D的距离呢 是10 到E和到F的距离呢 分别是这个21和17 那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对于这个算法呢 它会与这个项量的节点 去交换这个DA和这个SA的信息 因此呢 假设我们这个A呢 收到了来自B C D F的这个相连节点的信息 并且A呢 在接收到这个距离使用信息的时候呢 知道了这个A到各个节点的这个直线距离 到底有多少 比如说这里面通过这个通信呢 知道了这个A到B的距离呢 等于6 A到C呢 等于9 A到D呢 等于8 A到F呢 等于7 那么这个呢 是通过这个通信之后 所知道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会以这里面的 这个EPPT为基础 去演示 整一个DV的过程 在这里 为了更加直观的 去了解这个DV的过程 我们把这个A的距离使用信息 和这个B C D F的距离使用信息 融合成这里面一样的一张表 那么这个表呢 所表达的意思呢 是和刚才的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里面的每一列呢 表示的是 某一个节点到达这里面的 ABCDEF的节点 这个距离是什么 那么在这里面 可能是同学会有疑问 比如说这里面的 A到B的距离 为什么是11 而这个B到A的距离 却是9呢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可能是因为 这里面的距离使用呢 它并不是最新的 比如说这里面 A到B的距离呢 可能是通过 A到C到B 所得到的 因此呢 这里面的A到B的距离呢 可能是11 而这个B到A的距离呢 可能是通过C和D 大到A的 因此呢 这里面的A的距离使用信息 可以和这个B的距离使用信息 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是需要同学们 注意的 那么了解了这些注意事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了解这个DV的 完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先要把 A的这个S的限量给列出来 那么S呢 表示的是A节点 到达ABCDEF节点的下一个节点是什么 那么这里面我们初始化都为空 那么首先我们假设 A和B两个节点 在交换这个节点的信息 那么A呢 就得到了这个B的节点的信息 这里面得到了B 到达A的距离是9 B到达C的这个距离是11 到达D的这个距离呢 是7 到达E的这个距离呢 是17 到达F的距离呢 是11 那么A节点 在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呢 首先会进行运算 比如说 它会算这个A到B的距离是什么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在交换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A和B是直接的通信的 所以呢 A能够知道A到B的距离是什么 那么这里面 A到B的距离呢 就是6 然后再计算这个A 通过B到C的距离是什么 那么就等于这个6 加上这个B到C的距离 11 6加11呢 就等于17 然后再计算这个A 通过B到达D的距离是什么 那么就等于这个6 加上这里面的B到D的距离 也就是6加7等于13 然后再算这个A通过B 到达E的距离等于6 加上17 这里面的17等于23 再算这个A通过B 到达F的距离呢 等于6加11等于17 那么这些数据呢 就是A知道了B的数据之后 所运算的到达每一个节点的这个距离 那么得到这些数据之后呢 它会把这些数据 与自己的这个距离时量呢 进行一个比较 如果更小的话呢 A就会把它填充到 这里面自己的这个距离时量里面去 因此呢 这里面它会把A到B的距离 以及A到F的距离填充进来 因为这个刚才是11 更新之后呢 变成了6 还有A到F的距离呢 是17 更新了距离之后呢 会把这个下一个的节点 设置为这个B 那么这个就是A 在收到B的这个节点信息之后的一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 A就接收到了来自于节点C的信息 这里面就包括了 C到ABCDEF的这个距离 比如说 C到A的距离呢 是12 C到D的距离呢 等于8 C到E的距离呢 等于11 那么A节点 在接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呢 也会进行和刚才一样的运算 比如说这里面 通过C到B的距离呢 等于9 加上9 等于18 这个9呢 是通信的过程当中呢 所了解的最新的这个距离 然后呢 A到C的距离呢 等于9 A通过C 到D的距离呢 等于9 加上8 这里面的8是C到D的距离 所以呢 等于17 然后 计算这个A通过C 到E的距离呢 等于9 加上11 等于20 9 加上这里面的11 等于20 然后就是 A通过C 到F的距离呢 等于9 加上10 等于19 那么这里面 得到了这些数据之后 它也会跟自己的这个距离 矢量进行一个比较 比如说这里面的 A到C的距离呢 这比原来的这个要小 以及这里面的A通过C 到E的距离呢 也比原来的要小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就会更新 这个A到C的距离 以及A到E的距离 并且把A到C 和A到E的下页条呢 都设置为 是这个C 接着 A和D交换信息 那么A和D交换信息呢 过程也是一样的 它也会进行这样的运算 运算 A通过D到B的距离 A通过D到C的距离 A到D的距离 A到D到E的距离 以及A从D到F的距离 那么这里面算的结果是 16 14 8 19 和18 那么同样的 它也会把这里面的数据 与自己的这个距离 矢量进行一个比较 通过比较之后呢 它发现 A到D的距离 以及A通过D到E的距离呢 是需要更新的 也就是说 需要更新A到D的距离 以及A到E的距离 因此呢 这里面就会更新这两个节点 更新为这个8和这个19 并且把下一条设置为是这个D 最后A再和这个F节点 进行这个信息的交换 那么同样的 也会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A通过F到B的距离呢 是22 A通过F到C的距离呢 等于18 A通过F到D的距离呢 等于17 A通过F到E的距离呢 等于20 A到F的距离呢 是7 那么同样的 也会跟自己的这个距离矢量 进行一个比较 发现呢 这个A到F的距离呢 是需要更新的 因此呢 会把这个原来的距离给替换掉 并且把下一条给设置成这个F 那么这样子 A就和相应的节点 B C D F 进行了这个C节的交换 包括这个DI 以及这个SI 那么这个就是DV 使用A这个节点 作为粒子的一个过程 好的 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 然后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DV算法 那么对于这个DV算法呢 每一个节点都使用两个向量 分别是这个DI和这个SI 那么在刚才的例子里面呢 我们是使用这个表格 来表示这里面的DI和SI的 那么其中呢 DI所描述的是 这个单前节点到别的节点的一个距离 然后这个SI呢 描述的是 单前节点到别的节点的下一个节点是什么 那么对于这个DV算法呢 每一个节点都会与这个项链的节点 来交换这个DI和这个SI的信息 那么交换之后呢 他就会根据这个交换的信息 来更新自己节点的信息 那么这里面的更新自己的节点信息呢 是最重要的一步 他会首先运算 然后呢 再把运算的结果和当前自己的这个距离始量 进行一个比较 如果这个距离更小的话 那么就更新自己的这个距离始量 那么这个就是DV的整个过程 好的 了解了这个距离始量 这个DV算法之后呢 我们再来学习本节课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RIP协议的过程 那么对于RIP协议呢 他其实他的全名叫做 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 RIP协议 也称之为是这个路由信息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呢 他是使用这个DV算法的一种路由协议 也就是说 他的核心呢 是利用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个DV算法 那么这个协议是怎么样利用这个算法的呢 那么首先 这个协议会把这个网络的跳速 作为这个DV算法的距离 那么对于这个跳速呢 其实我们前面也有所了解了 在前面我们知道 网络中的数据呢 是一跳一跳的进行传播的 因此呢 这里面的这个RIP协议呢 把这个网络的跳速作为DV算法的距离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跳速越多 他们的距离就越长 那么RIP协议呢 每隔30秒就交换一次这个路由信息 也就是说 每一个节点 我们称之为是每一个路由器 他们每隔30秒呢 就会交换一次路由信息 这里面的路由信息呢 就包括这个DI 以及这个SI 那么这里面呢 RIP协议还有一个约束 就是他默认的会把这个跳速 大于15的路由呢 称之为是这个不可达路由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跳速大于15的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网络 或者是这个路由器呢 它是不可达的 接下来我们结合前面所学习的这个DV算法 来理解这个RIP协议的过程 那么对于使用这个RIP协议的路由器呢 它首先会初始化这个路由信息 包括这个DI以及SI两个项量 那么初始化之后呢 这个路由器就会跟这个相邻的路由器 进行这个信息的交换 那么对于这个相邻路由器X 所发过来的信息呢 它会对这个信息先进行一个修改 修改两个部分 首先把下一条的地址呢 都设置为这个X 并且呢 把所有的距离都加1 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通过这个X呢 它可以到达X所发过来的信息的每一个节点 只需要把这个距离加1就可以了 进行了这个信息的修改以后呢 首先它会检索本地的路由 然后把这些信息里面新的路由呢 插入到路由表里面 因为这个相邻路由器X所发过来的信息呢 有可能有一些目的地是本机没有的 因此呢 需要把这些数据给插入到本地的这个路由表里面 接着第二步 它检索本地路由 那么对于这个下一条为X的呢 它都会更新为这个修改后的信息 因为这一个才是新的这个数据 那么新的数据到来之后呢 就意味着这些老的数据没有用了 因此呢 对于这个下一条为X的 它会更新为这个修改后的信息 接着它还会检索本地路由 那么对于这个相同目的地的 如果新的信息距离更小 那么将更新覆盖这个本地的路由表 那么这三步呢 就是对这个信息的内容进行修改之后 对本地路由信息的一个检索和交验 那么最后呢 如果三分钟没有收到相邻的这个路由信息呢 就会把相邻的路由信息设置为不可答 也就是把它设置为这个16条 那么这个就是RIPC的这个过程 那么可能很多同学对于这里面的这三步还不太了解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这里面的三个步骤 那么首先呢 是第一个步骤 检索本地路由 并且把信息中新的路由 插入到这个路由表里面 那么这里面我们假设 这个路由器初始化的路由信息呢 是这样子的 它表示的是 这个路由器到D的这个距离呢 为R 并且它的下一条地址呢 为A 那么这个时候 它收到来自于这个路由器X 所发过来的信息 这个信息有这个大的A的距离 是下一条地址呢 为C 大的B的距离呢 为R 下一条地址呢 是C 那么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 首先会对这个信息进行修改 对吧 修改之后 就得到这里面的这个表格 它会把这个所有距离都加1 比如说这里面4加1等于5 2加1等于3 并且呢 把下一条地址呢 都设置为是这个X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会检索本地的这个路由 那么对于这个里面的 信息里面的新的路由呢 A和B 都是原来的路由里面没有的 因此呢 它会把这里面的A和B 这两个新的路由信息 都插入到这个路由表里面 那么就形成了右边的这个路由表 那么这个路由表呢 就是 接收到信息之后的 一个更新之后的路由表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 第一步的这个内容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步 那么第二步呢 是检索本地路由 那么对于下一条为X的 更新为这个修改后的信息 那么这里面我们假设 这个路由器 初始化的路由信息呢 是这样子的 有A和B两个目的节点 那么到A的节点的距离呢 是2 下一条为X 到B的这个节点呢 距离为5 下一条的地址呢 是X 那么这个路由器 收到这样子的这个路由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呢 先会进行修改 修改之后 就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表格 那么这里面 就会把原来的这个路由表里面的 下一条为X的信息呢 更新为这个修改后的信息 比如说这里面 到A的下一条呢 是X 那么将会更新为 这个A距离为5 下一条为X 再比如说 这个B 那么它也会更新为 B距离为3 下一条为X 因为这个信息呢 才是最新的信息 所以呢 这些信息都会被覆盖掉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步 那么第三步呢 是检索本地路由 那么对比相同目的的距离 如果现在信息距离更小 则更新本地路由表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 所学习的这个DV算法的过程 那么这里面 我们同样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 那么假设 这里面的这个表格呢 是路由器 初始化之后的路由信息 那么这个路由器呢 收到X 发过来的路由信息 首先进行这个运算 运算之后呢 得到这里面的这个表格 那么得到这个表格之后呢 将会对比相同的目的距离 那么这里面 原来的到A的距离呢 是3 那么新的这个A的距离呢 是5 因此呢 这一个是不需要更新的 我们再对比这个到B的这个距离 那么到B的这个距离呢 原来是5 下一条是这个F 那么修改之后的信息呢 距离为3 下一条为X 因此呢 将会更新B的这个信息 把它的距离设置为3 并且把这个下一条地址呢 设置为X 那么这个就是第三步 检索本地路由 对比相同目的距离 如果现在信息距离更小 那么就更新本地的路由表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前面 所学习的这个DV算法的过程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呢 如果三分钟没有收到这个相邻的路由信息呢 则把这个相邻的路由设置为不可达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完整的RIP协议的过程 那么希望通过这节课呢 同学们都能理解这个RIP协议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以及这个DP算法 它是怎么样运用在这个RIP协议里面的 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RIP协议 那么它有没有什么缺点呢 其实它的缺点是有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例子 来理解这个RIP协议的缺点 那么这里面我们假设有A B C 三个节点 并且它们是线性连接的 那么对于这个B和C呢 它们到达A的距离 分别是1和2 B呢 直接到达这个A C呢 通过B到达这个A 那么假设 我们假设某一个时刻 这个A这个路由器弹掉了 也就是说A已经不可答了 那么这个时候B发现这个A不可答之后呢 它就会询问C 询问C之后呢 发现通过C可以到达这个A 因此呢 把下一条设置为C 并且距离加1等于3 那么C呢 某一个时刻也发现这个A不可答了 那么C呢也会询问这个B 那么询问B之后知道 原来B呢 通过三跳可以到达这个A 所以呢 它也会更新自己的路由表 把这个A的距离设置为4 并且下一条设置为B 那么B呢 时候也发现这个A还是不可答 因此呢 B又会向这个C询问 那么询问之后呢 发现B通过C呢 可以4跳到达这个A 因此呢 它又会把自己的这个 到A的这个距离呢 设置为5 那么这里面的循环下去呢 一直到达这个16 它才最终发现 原来这个A是不可答的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称之为是 RIP协议的最致命的一个缺点 那么这个缺点呢 是这个故障信息传递慢的这个特点 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 RIP协议 它为什么有这个特点呢 那么首先 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随便的相信隔壁老王 就是说不管B还是C 如果说B得到了C的路由信息呢 它将会无条件的相信这个C 同样的C呢 也会无条件的相信这个B 那么因此呢 才会导致这里面的这个循环 直到这个跳数设置为16之后 才发现原来A是不可答的 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源呢 就是路由器随便的相信 相令节点的这个信息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自己不思考 视野不够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因为这里面不管是B还是C呢 他们都没有进行自己的思考 他们只是盲目的相信 相令节点的这个路由信息 那么对于这个视野不够呢 它其实描述的就是说 对于这个RIP协议 每一个路由器呢 它只看到相邻路由器的这些信息 它看不到更远的一些信息 那么这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RIP协议的 视野不够的这个特点 那么因为这些问题呢 就会导致这个故障信息 传递慢的这个缺点 那么这个缺点呢 也是非常致命的 那么因为网络中 经常会发生故障 那么如果说每一次故障 都需要这么多次 才能收敛的话 那么将会导致整一个网络 非常的不可控 那么这一个就是RIP协议的致命的缺点 那么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呢 我们后面还会学习到别的协议 那么别的协议呢 就没有这些问题 在这里面我们先来简单的总结 这个RIP协议 那么首先呢 协议的优点是实现简单 并且开销很小 那么缺点呢 就是这个RIP协议 它限制了这个网络的规模 那么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协议会把这个跳速大于15的认为是这个不可答的 也就是说 只要跳速大于15的不管可不可答 在RIP协议看来都不可答 那么这样子呢 就限制了这个网络的规模 使得这个协议只能在较小的网络里面使用 那么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 RIP协议呢 它的坏消息传到慢 更新呢 收敛时间过长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本节课 这个内部网关路由协议 RIP协议的主要内容 两个部分分别是这个距离始量 DV算法 以及这个RIP协议的过程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DV算法呢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并且知道这个RIP协议呢 它是使用这个DV算法的一个协议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